花林施工所继去年执行旧铁道生态园区周边改善工程之后呢 今年度再把园区旁的仁爱街人行步道重整改善 这一段由民意国小后门到仁爱街和林森路口的通行步道 原本都是汽机车随意乱停 经过试做了友善通行步道之后 行人不用再和车子来征道了 也保障了民意国小学生上学放学的安全 市长威嘉贤20号前往仁爱街视察通行步道改善工程 现场由工程顾问公司的员来说明整个事工内容 市长表示去年争取陈振之心经费补助 将旧铁道生态园区周边改善 今年持续办理仁爱街到林森路口的人行步道 总计有100公尺长 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在仁爱街有一部分的改善工程也都完成了 但是有后面一段 有经过国产署的一些防射的部分 那经由附近的居民有在建议 是不是能够把这一个人行道的部分能够再延伸 那我们在代表会的时候 也有几位代表在做一个强烈的建议 那我们在今年去年的时候也编列一些预算 开始做相关的执行 那在今年后也把它完成了 那主要也可以保护我们学童的安全 那这整体看起来就是会让人家很安全很舒服 那当然在行经的过程里面有碰到一个防空洞 那防空洞有可能也是历史古迹 对于国产署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资产之一 所以我们把防空洞的部分有做另外的设计 就是还是有承行道的部分 但是把它做路外的延伸 道路上面的延伸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学童在这边上放学都能够很安全之外 那我们也看到这边附近也有一些文创的地景要开始来做一个营运了 那未来这个地方也会变得非常的热闹 那我们希望这是花莲市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 也可以让所有的游客有安全的一个感觉 也能够来这边非常舒适的来旅游跟游玩 位于斑马公园旁的仁爱街 原本化有八个汽车停车阁 由于周边的停车便利 因此借由这支工程把停车阁给投销 改以人形步道规划 并加强绿美化功能 另外在仁爱街上有一座防空洞 属于国产局的历史建筑财产 施工所为了保存老树和防空洞 也做了巧妙的改善与规划 市长表示 友善宜君是他的重要政策 为行人及孩童打造安全的人行通道 也是他持续争取的公共设施 市长期盼借由公共工程推动及改善 让花莲乡亲可以在友善通道环境里安居生活 介续会欢事报道